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本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一本CIS股票交易书 书的原名是 能凭一己之力左右日经指数的男人的投资哲学 是的,本书的作者来自日本 号称日本最牛散户的CIS CIS是日本日内交易推崇的大神 他一直拒绝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CIS是他过去在游戏里用的称号 中文翻译成喜四 只知道他41岁 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曾经是电竞冠军和帕金哥赌徒 在过去十几年 他在家中穿着睡衣交易 一共赚了两亿美元 他在推特上分享自己的交易 拥有44.7万名粉丝 许多日本金融机构的交易员 将他的推特列为每日必读 这里要做一个实现声明 第一 本书的作者崇尚的是 追涨杀跌的短线趋势交易 仅这一条 相信是与大部分的投资者 包括我自己的交易理念相悖的 介绍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 在股票交易中 没有哪种交易系统的对错 只有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才是好的 第二点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本书中关于作者自身的经历 以及他的性格和爱好 与交易相契合的分析的内容 会单独放在我的读书笔记中 作为这本书介绍的第二部分 展现给大家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留意一下 这本书介绍了CIS的交易成长历程 和一路上的心得 有不少具体的交易方法和策略 很多属于右侧交易 对于右侧交易者也是值得借鉴的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部分 不能战胜人性就无法赢得投资 作者开篇讲了顺势操作这种手法 就是讲究顺势而为 在股票上涨的时候 赌塌会继续上涨 连续涨的股票会继续涨 连续跌的股票会继续跌 理由是买的人比卖的人投入的资本多 股价才会上涨 而之所以买方优势更大是有原因的 而这些原因你很难在当时说得清楚 但这些交易的结果都会反映在价格之上 买涨不买跌 只要风向变了就尽早卖出 作者举了扔硬币的例子 如果扔的次数足够多 一定会是正反各一半概率 但如果就扔十回 那确实有可能都扔正面 那么即便如此 第十一次的概率仍然是百分之五十 但是人性的错觉会觉得胜负是守恒的 在股市上体现为觉得上涨和下跌的概率是相同的 一直涨的股票大概率会下跌 但是作者说 股票本就不是概率的游戏 所以最好认为不能胜负守恒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做随便的假设 做到上涨的时候持有就好了 如果我们总是假设持续上涨的股票早晚会跌 可能就会错失机会 这个看看这几年的科技股 FAAMG和特斯拉就可以了 当股价涨得高了 就会有获利盘抛出 股价就会下跌 作者总结 一般第一个突然下跌不用去管 第二个突然下跌就可以买出了 但绝大多数投资者都会在调整的时候买入 逢跌买入这更符合人的天性 害怕损失厌恶 害怕一买就跌 所以才等它跌下来再买 看起来也更保险 但作者说 一定要避免这种操作 这与追涨杀跌的原则背离 一只股票正要是持续上涨 你很可能等不到它的回调 错过了不少机会 所以作者倡导的就是在上涨途中购买 借力打力 顺势而为 别怕追高 涨高了可能还有更高 市场的信息就应该听市场的 很多人积极止赢 但是不愿意止损 这也是人的天性 落贷为安 厌恶损失 所以最后就在交易中小赚而大赔 做得越多 自然也就赔得越多 作者认为 跌下去立刻卖出 但涨上去千万不要卖 这才是顺势而为 我们不光要想概率 更要考虑总收益 上涨下跌的概率都差不太多 但是赚的时候大赚 输的时候小赔 最后总收益就是赚钱的 这才是股市赚钱的关键 价值投资讲止盈不止损 而右侧交易讲的是止损不止盈 这取决于炒股票的基本逻辑 这两种逻辑是不能混着做的 至少在同一个股票的交易上 不能同时运用 否则运气不好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必输的策略 所以先想清楚 你要买的股票到底是哪一类的投资 作者买过的股票 如果按照胜负考虑 其实获利的不过三成 剩下的是宝本和小赔 因为赔钱的时候只是小赔 赚钱的时候却经常翻倍 虽然获胜的概率不高 但赚钱的概率却很高 小赔没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大赔 要提醒自己 所有的交易 只有三成能够赚钱 七成都是错的 所以必须在这七成的错误里 尽量减少损失 在三成正确的交易里 尽可能多赚钱 这就是作者交易的秘密所在 作者说 补仓是最差的技巧 价值投资肯定是越跌越买 但是在右侧交易中 补仓是最致命的方法 补仓显然于顺势而为背道而驰 你越是补仓 仓位就越重 但下跌趋势并未结束 所以损失也就越大 作者认为 补仓说白了就是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好比赌桌上输了钱 继续加码想要翻本 正确的方法是 做交易就是要及时止损 承认失败 逃避和死不认错 都会赔钱 另外一点重要的是 如果止损错了 股价又上涨了呢 作者说很简单 再买回来 相当于两次承认了错误 连止损都错了 但是这些跟赚钱比都无关紧要 很多人也许会心里不舒服 可是作者通常能够冷静对待 通过一点手续费和一点价差 避免了一次大赔的风险 当然 如果一只股票操作了三次以上都是错的话 说明没缘分 还是收手换一只吧 作者说 炒股的新手 最容易犯的错误 其实就是不止损 总想等价格反弹后再卖出 于是栽了大跟头 不能正视损失和错误 带来了更大的损失和错误 这样的套牢构成了典型的赔钱模式 当股票的波动 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这很可能是有些信息 你没有注意到所导致的 一旦感觉到这种异常 无论结果如何 都应该尽快卖掉 作者讲 他自己止损过早 也是尝试 但他认为操作理念没有错 在股市里 不能撇开感情 严于利己的人 不能正视自己状态的人 一定会输得很惨 会一直输下去 一直说股市有风险 又有多少人听进去了 炒股有配有赚很正常 不可能每次都看得准 有的人总幻想 自己可以从股市获取固定的收益 就像上班拿工资 潜意识觉得每次买股票都可以赚钱 这是不可能的 股市就是进三步退两步的游戏 想稳定赚钱 还是老老实实上班吧 不要炒股 不适合你 大赚的机会 就是人们情绪动摇的时候 例如大的股灾 金融危机 尽管暴涨和暴跌都极端 但是人是对于悲伤和恐惧 更敏感的动物 所以暴跌的时候机会更大 所以才有别人恐惧我贪婪 这句话 每个人的投资都有风格 要找到与自己性格相符的风格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想要赚得更多 就必须克服人性的本能 不能一直害怕损失的恐惧心理 在股市上基本不可能赚钱 参与股市 就要为了收益承担风险 风险是绝对的 但是作者基本不去对冲风险 如果为了分散风险而多付成本 只会摊薄了收益 基金经理要让成绩平稳而对冲 但个人交易做对冲就没有意义 挑战和机遇不过一线之差 接受结果就可以了 看到这里 本书的第一部分如何战胜人性 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二部分 在股市上 第一条泥球特别好吃 第二条也不错 第三条就不知道了 作者的意思是 股市上第一次出现重大机会 我们可以赚到很多钱 但是找到这样的机会 不太容易 第二次出现 赚钱就比较容易了 但是不会很多 第三次机会再出现 大家都知道了 能不能赚钱就不一定了 2018年初 美股上的日本概念大涨 日本股市开盘也上升 所以作者就抢购最热门的产业机器人板块的股票 随后公司发布业绩 利润同比大增85% 业绩极好 不过当好消息释放以后 市场却风云突变 开始下跌 这是因为市场预期过高 虽然业绩增长了85% 但是也没有跑赢投资者对他的期望 看到这种情况 作者就清掉了仓位 他发现 大多数电子类的股票都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他转变策略 在业绩报告公布之前就开始卖出 在卖掉股票后 作者进行空仓观察 他发现 日经指数也跟这些电子类的大盘股走势息息相关 于是 他在股指期货上加了做空仓位 这次做空很成功 日经指数出现了暴跌 到最后离场的时候 他赚了12亿日元 作者讲了著名的Jekcom事件 他从中获利6亿日元 当时卖出方把价格当作数量敲了进去 他在很低的位置捡了漏 作者迅速查了招股书 发现64万的单子数量是总股本的若干贝 判定这是一个乌龙纸 果断买进 这个时间用了20秒 后面卖出方试图撤销单子不成 就想出了把自己的单子全部买回来 减少损失的办法 十分钟后 股票涨停了 作者顺势卖出 用套利的钱买入任天堂和另一家公司的股票 这个操作反映出作者胆大心细的特点 如果乌龙纸的交易被取消 后面买入任天堂的交易如何处理 所以 作者通过买入任天堂的交易 规避了第一次交易被取消的风险 作者说 市场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的 所以如果有两次暴跌记忆 那么第三次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动 所以知道市场是怎么想的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三部分 取得成功的重要一步 是可以冷静地看待股市和自己 作者刚开始炒股市 是按照基本面来投资 先做财务分析 接着为企业估值 然后挑选被低估的股票 但是按照这个想法买入的股票 却总是下跌 持续加仓 依旧下跌 最后就一直赔钱 半年赔了 大约1000万日元 他领悟到这个做法 想不通 所谓的便宜 只是他自己的判断 基本面分析出来的便宜 是没有错 但是股价已经反映出这一点了 与其分析估值 不如直接在价格里面找答案 相信市场是正确的 有太多的基本面分析师 研究机构 他们早已经把公司的基本面 研究得透透的了 所以不太可能放任便宜 还置之不理 之所以表现出便宜 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是自己不知道的 作者痛定思痛 才摸索到现在的风格 所以他采取的做法是 一心一意地观察股价的变化 市场的信息只能向市场学习 同时 一次次顺应市场的趋势 不停地向结果学习 每天在炒股方法上 有小小的改进 他做到了客观地评价自己和投资 不带主观情绪 他说如果不想认错 就会赔钱 但现实中 很多人宁可赔钱也不认错 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作者除了看股价的波动 基本上就看推特 发现什么可疑的变化 马上减仓一些 然后再查新闻 他认为 推特的新闻是最快的 也就是小道消息 他举例说 2016年特朗普胜出时 当时的推特是最快的 路透社和彭博慢了近30秒 NHK等日本新闻则慢了几分钟 另外 作者认为 通过盯盘 在大多数情况下 内线交易等可疑的交易 是能够观察到的 至于如何判定可疑的交易呢 他刚开始也不知道 反正当他盯盘两周左右 就领悟了 他会买最低的交易单位 建观察舱 买后一直观察 能够发现很多东西 盯盘给他带来 截然不同的视角和信息 不过显然这种方法 需要有一定的天赋和大把的时间 最后 作者说 作为一个游戏爱好者 身在可以发挥打游戏的 本领的时代 是一大信使 他认为股票交易 就是金钱的零和游戏 而他的职业 不过就是交易工匠 对于他来说 现在基本值得上午交易 其中最重要的时间段 是9点到9点20分之间 他对中分红的股票不感兴趣 因为不赚钱 他不做长线投资 因为连明天都很难预测 长期更没有什么把握 据说全世界100名知名分析师 长期预测的结果 正确的概率只有45%至55% 所以基本上跟扔硬币差不多 反之 当天股票买卖的状况 是一目了然 对于买的人来说 是有优势的 对作者更切实际 因为交易才是作者的根本目的 最后总结一下 其实CIS的交易理念 与100年前的股票大作手利弗摩尔 以及后来的趋势交易大师 威廉·欧纳尔的交易理念 虽然不完全相同 但都属于趋势交易策略 时间上相差100年 正是这种跨时间和空间的对比 能让读者感受到股票市场 最重要的一些特征 虽说相隔百年 市场的本质不变 人性不变 以上就是本书 关于交易的主要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 这位日本最有散户 是因为什么走上了以交易为生的道路 其人生的其他精彩片段 请移步我的读书笔记频道 在那里有关于本书的第二部分 好了 本期视频更新就到这里了 您自己的交易系统是如何的呢 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如您有点滴收获 随手点个赞呗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